我们今天会讲到对圣母圣心敬礼的历史 暑假,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可能去了旅行等等 所以我们这两次就轻松一点 今次讲圣母圣心,一个为我来说是一个最易讲的主题 下次就是讲耶稣的圣体 然后去到九月的时候,我们就会go through 一个神修的著作 叫做The Soul of the Apostolic 就是我们讲到我们要做福传的工作,做使徒的工作 我们一定需要是一个祈祷,有内收的人 守则的话,我们好的时候是事倍功半的 但是如果我们是有祈祷,有内收,跟天主的关系好 我们做事工的时候,做使徒工作的时候 都会更加有力量 这个会是九月份开始 我们因为九月份,通常那些人会回来 我们比较上会人多些 我们可以讲一个比较上有笼住乐的,送聚乐的主题 我们看到其实对圣母圣心敬礼,其中一个圣人 都是一个可以说是几早就开始去传扬的 是一个法国的圣人,叫做聖John Eudes 大家知道法国其实当时有一个问题 法国当时有一个很大的社会阶级观念 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上流社会 有一种感受 所以当时有一种异端 在法国的社会的确是比较容易传播的 英文叫做Jansenism 当时是一个影响到法国教会的一个异端 他们很着重地说到 觉得他们令到那些人不敢去领圣体 觉得要去领圣体 你是需要真的要很神圣 很神圣 才可以去领 当然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有大罪,我们不可以领圣体 当然这个是 但是以前的领导人很害怕去领圣体 以至到他们真的很按本子办事 就是一年一次才会去领圣体 平时不会怎么去领圣体 据问主教更加在这里很包扬自己的说 在我教区之内 没有人会冒领圣体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不让人去领圣体 谁会冒领圣体呢? 所以那时候那些人对于天主那份恐惧 是过分的强的 有些 就到Jansonism影响的修女 有些人这样说 那些修女说 他们好像天神一般般般纯洁 他们的生活很节制 很盛的 但他们好像魔鬼那样骄傲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聪明 所以那时候他们发觉 是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 天主似乎也有心在法国 兴起了一些圣人 来帮助人送来天主的慈悲 所以那时候那些人对天主过分的恐惧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圣人 譬如大家都很知道的 圣女玛加利大 圣玛格玛丽是法国人来的 就是耶稣显现给他 教祂这个耶稣圣心的敬礼 而且见别人 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五 领圣体是保育圣体 保育圣人去冒犯耶稣所犯的罪 以前那些人 一年一千只会领圣体的时候 当耶稣叫他每个月都去领圣体 保育圣体 这个当时来说是一个 很革命性的一样做法 因为这个一次领圣体 算是很密很密的 在那时候的观念里说 所以就是 玛加利大 另外就是圣雷思确来临 那时候 他们就是传阳对圣母的敬礼 特别 对圣母的真谛的敬礼 圣母的真谛的敬礼 圣母的真谛的真谛 他们也写了书去传阳玫瑰经的敬礼 而且他们也传阳 我们有本书叫做 《传言奉献》 他们很多人有那些 是圣雷思确来临所写的 第一意识的两个 是近期人写的 但是最传统的 是完全 认识的 第三意识的 就是圣雷思确来临 他自己著作的 那个我也是最稳定的 最好的 所以就是 奉献于圣母的敬礼 也帮助人 去依赖天主的慈悲 另外 就是当时的年代 另外就有圣John Eudis 圣John Eudis 就是她是特别 其实她是圣女玛加利大之前 她已经在全阳对耶稣 圣心的敬礼 圣John Eudis 还有我们知道 当时有一个修会 我们现在在香港 也有听过 那个善牧会 是不是? 那个修女 帮那些堕落女士的 那些修女的会 你的前身 是一个修会 也是圣John Eudis所创立的 圣John Eudis所创立的 在我自己宿舍 我自己住的地方那里 我有圣John Eudis 一个大的圣像 他一手拿着 他的修会的那些宪章 他是一个神父的会 是一个修女的会 然后他拿着耶稣的圣心 那个大圣像 为什么我会有的呢? 因为以前他创过修会 那些修女 帮那些堕落的女子 他们有一个学校 就是以前的 Rosemary High 秘静中心的前身 就是那个学校 寄宿学校 当Mosemary High 卖出去的时候 他们要拿走一些圣像 等等的东西 那我的圣像 结果就去了 主教府的Basement那里 那有个staff 认识我 就问我 他不知道是圣John Eudis 他问我 你应不需要 圣Vincent Deport的圣像 我说 要 圣John Eudis 你应该是圣John Eudis 你应该是圣John Eudis 他都要 都照样 帮他搬到楼上那里 所以现在还在我住的地方 圣John Eudis 圣John Eudis 他不单止 传扬对耶稣圣心的敬礼 他也是 The Holy Heart of Jesus And the Holy Heart of Mary 他都传扬对圣母圣心的敬礼 所以他是其中一个最早 来传扬对耶稣圣心 圣母圣心的敬礼 比起圣Margaret Mary还要做 比起圣马加利大 得到耶稣圣心的启示 他还要做 已经开始传扬 他也在他创那些男的和女的修会当中 去庆祝耶稣圣心 庆祝圣母圣心的节日 有日课经 有黎撒经 去纪念耶稣圣心 圣母圣心 所以想到圣章Yudis 他有这份这样的心火 而且他也想到 他很着重几样神父都做的事 讲道 听告解 以及去彌撒 他说到要妥善地去彌撒 你真的要很妥善地 需要三个永恒 一个永恒去准备 一个永恒要好好地开尼撒 一个永恒去感谢圣体 他知道尼撒是不简单的 我们怎样准备都好 都不能够太准备得妥当的 所以我们是好好地去准备尼撒 而且他也说到 神父的讲道 就好像 你去打那些 树虫 将那些 蛇 让它飞出来 你在树虫的蛇飞出来 告解就好像 你捉那些蛇 那样 捉他们 所以神父的讲道 就帮你们 让你们像蛇仔那样 可以飞去办告解 告解的神父就像蛇仔那样 捉你们的灵魂 让你们可以 去见天主干干净净 所以他看到 讲道和告解 有一个连贯性 那时候讲道是为了 帮助人的心 有真正的悔改 在这个悔改的表达 就在告解圣事当中 表达出来的 所以他也是一个 他创过神父的会 去做传教的工作 去做讲道理的工作 而且也是 当作有一个女的修会 帮助道乐女子 变成他用一个仁爱的心 耶稣性心 信母性心的精神 去帮助别人 当然了 十九世纪再近一点的 就有这个圣女小得能人 是法国人来的 他用他这个神英小道 去教导人 去送来天主的慈悲 而且他也将自己奉献了 给天主的慈悲 作为一个牺牲 一个victim 而且他也教导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去成圣 所以他也是帮助人 去了解到天主的慈悲 但是想到就是说到 在法国有这些圣人 去全洋对天主的慈悲 来到去对抗Jensenism 这种娇傲的异端 这种过分对天主恐惧的异端 这种觉得自己是要 令人很怕天主的异端 然后天主继续在法国那里做了些事 去帮助人对圣母的敬礼 特别会加强 19世纪 有不同的圣母显然 最出名的当然是奴德 每个人去奴德那里浸圣水 而且奴德是帮助欧洲的教友们 对于玫瑰经的敬礼 是复苏起来的 因为玫瑰经的敬礼 在十三世纪由圣多明我开始的时候 后来经过法国 我也说过 经过圣律斯克利宁 去加以强心针 去全洋开去 他很热心去全洋玫瑰经的敬礼 但也有他 可能这些教友不是做得那么好 不是做得那么旧的时候 天主借着路德的显然 去帮助人对玫瑰经有更加强的敬礼 所以在路德 大家去的路德都知道 一个地方我都很喜欢的 就是他在那个 上高有个大殿 但是底下我们说的大殿 就是玫瑰的大殿 在那里有十五个祭台 就是十五点玫瑰经的奴迹在那里 这样就 另外想到就是 除了路德显然之外 在巴黎的法国 都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有个两次的圣母显然 不止两次 应该是圣母显然给两个不同的修女 多次显然给两个不同的修女 都在同一个修远 那个神师真是惨 那个神父 第一个修女 告诉他们 那个是圣Cathine Laboree 这个圣女学来 她现在去巴黎的遗体没有腐化 仍然在圣堂那里 她就是圣母教她 要依照她见到的神师去做圣牌 那个神师就像圣母像 圣母打开双手 踩着一条毒蛇 然后有个经文就说 虚马利亚无缘罪之痴胎 我等宾以台前为我等旗 这个就是其中一面的圣牌 另外背面就有一个M字 和一个十字架 圣母的十字架 圣母站在耶稣十字架底下 然后有十二火星围住 但是M字底下 就有两个心 一个就是耶稣圣心 一个就是圣母圣心 所以这个Sacramento 是有圣母圣心在这里 有圣母圣心在这里 和耶稣圣心在一起 然后后来又去到同一个修院 去到他那次1830了 那个显现 去到1840几年的时候 我不要记得哪一年了 但是在1840几年的时候 圣母又献给同一个修会 另一个修女 所以那个神师已经 因为Cathleen的圣牌 都搞到他不少麻烦的事了 但是另一个修女就告诉他 圣母跟我显现 告诉我今次要做一个叫陆圣衣 陆圣衣就是最明显公愿的圣母圣心 一边就是有圣母圣心 另一边就是有圣母圣心 然后有一句经文就是说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Pray for us now and at the hour of our death 玛丽亚无碰盛心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祈游天主 这个六圣衣 就是说到 其实有自己的圣牌用法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六圣衣 放在一些就算你想求天主帮他归化的人 可能他也不是教语 可能他不是热心教语 可能他离弃了天主 可以收起他的枕头底 每一念这个经文就是说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Pray for us now and at the hour of our death 这样就 越有信心地去念 就越能够带来圣宠 所以这个就是六圣衣 所以那时候十九世纪 已经有两个圣母显然 是有圣母圣心在那里 那时候圣母圣心 有些旧的圣像就是圣母圣心 就是圍着圣母圣心 有些白盒花 圍着圣母圣心 有个火在上高 耶稣圣心有些荆棘圍着耶稣圣心 上高又有火 有个十字架在那里 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做法 但是那两次显然 那个圣母圣心 就是有个利剑刺透的圣母圣心 在巴黎显然那两个 就是想到西密安 圣母带着宝宝耶稣 去奉献于 在圣殿那里奉献给天主 西密安这个诗祭 他就是 告诉圣母要有利剑刺透你的心 所以 想到圣母的痛苦 这两个显然提醒我们 圣母的痛苦 另外就是 当然 那个圣灵圣牌 也除了想到圣母圣心之外 也想到圣母是无染原罪的 虚马利亚无原罪似胎者 我们向你求助 请为我们转求 而后来 在路德那里 因为你知道 1830就是圣母显灵圣牌的显然 在巴黎 在法国的北边 在法国的南边 在路德 祂案 在1800年 到了1858年的时候 即28年之后的事 尔母显然给白亿纳德 那白亿纳德 币亿纳德 他显到圣母的时候 是藍着显灵圣牌的 圣母也在路德显然当中 3月25日那次显然 迷纳德问圣母你是谁 圣母说到,我是似胎母蝶 后来当还在生的Cathina Bori在修院里面 在巴黎的修院 听到博尔纳德在法国南面见到圣母 Cathina Bori说,这个是同一个女士 显然给我的那个,也是显然给她的那个 所以在19世纪有不同的圣母显然 这几个是其中有名的 但还有其他圣母显然 还有其他圣母显然,其他还有几个 在19世纪在法国 所以你去法国朝圣,你可以弄一次朝圣团 你可以去博尔德,Lazaret 法国那里 我记得还有其他圣母显然在法国 然后去到巴黎 在法国那里有几个圣母显然 都是在19世纪的时候发生的 后来,其实当然 最多帮忙去推动圣母圣心的敬礼 因为其实那两个都比较属于圣物那方面 显灵圣牌和六圣衣 但是真是最强心针去push对圣母圣心 以及玫瑰基敬礼的莫过于 就是法地玛圣母显然 1916年,登法地玛圣母显然之前 葡国的天神也是显现给三个小朋友 这个天神称之为是葡国的天神 但是在葡萄牙有一个传统 是去恭敬圣Michael做葡国的天神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个葡国的天神 很有可能就是圣Michael自己 很有可能就是圣Michael the art angel 我们平时里面唱的那个经 很有可能就是圣Michael 就是他显现给三个小朋友 有这样的可能性 他教过三个小朋友这个经文 自圣圣三,圣父圣子,圣神我深深叩拜你 并奉献在世界上各圣鸣内之耶稣自圣圣体 补血灵魂与天主圣于耳 为陪补他所受之轻慢,灵欲与无情之待遇 因他之自圣圣心及玛利亚无点圣心无限功劳 求你使罪人中改 所以圣神在春季显现的夏季和秋季显现 在秋季显现的时候,他教了这三个小朋友这一篇经文 说到耶稣的圣心和圣母的圣心 然后,在这个显现当中 圣母5月13日显现给三个小朋友 但6月13日的时候 陆济亚想圣母带他们三个小朋友去天堂 但圣母怎样说到? 方济各瓦琴达会很快去天堂 但是陆济亚,天主要他留在这里 要他留在这里去帮助建立对圣母无点圣心的敬礼 而且圣母也安慰陆济亚 说他的无点圣心会成为陆济亚的庇护 以及引导他去天主的道路 所以已经说到陆济亚有一个使命 就是要帮助在这个世界上去建立对圣母无点圣心的敬礼 所以我们怎样去建立圣母无点圣心 我们从陆济亚那里就可以学到很多 关于怎样去建立圣母无点圣心 最着重圣母无点圣心的一个显现就是7月13日 6月13日固然很重要 因为节目讲完之后他伸开双手 有两道光 一只手有一道光 这样方济亚和亚琴达似乎在向天上的光 另外陆济亚就是向世界的光 对他们将来的 mission 都不同 方济亚和亚琴达 他们两个很快就要去天堂了 两兄妹 但是路济亚要留在世界上 去到2005年的时候 我在世界上帮助建立圣母无点圣心的敬礼 他们那三个小朋友也同时见到圣母的圣心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圣母圣心的显现 到月13日 但是更加清楚去讲出圣母圣心的敬礼 就是7月13日的显现 在11日的时候 本来路济亚不想去的了 因为家里的妈妈又不信他 他常常说他说谎 神父就说 可能他真的不是说谎 但可能那个不是圣母来 可能是魔鬼扮圣母的 让他有nightmare 吓到他 好像发梦都见到魔鬼那样 怕到他也不再去 但是去到要去的时候 有一股动力推动他要去 所以他立刻找回两个方济角 和雅琴达去到圣母圈的地方去见圣母 当时圣母给他们有三个秘密 对吧 尤其是第二个秘密 和圣母圣心很有关系 第一个秘密 第一个秘密 就是他让那些小朋友看到地狱的境况 吓得他们傻 很恐怖 然后就告诉他 第二个秘密 和第一个秘密很有关系 就是要帮助罪人不要落地狱 天主耶在这个世界上 建立对圣母圣心的敬礼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热心去全人圣母圣心敬礼 我知道我们的祈祷会 全部供敬圣母圣心的 因为不要落地狱 怕落地狱 所以帮别人不要落地狱 所以要全人圣母圣心敬礼 所以我们的祈祷会 全部有奉献于圣母圣心的讨文结束 会公敬圣母圣心 所以这个是命根 所以圣母说到 为了帮别人不要落地狱 而在天主要在世界上 建立对圣母圣心的敬礼 圣母就预言了 第一次大战要快要结束 那时候1917年 他说如果一世人还是犯罪的话 有一个更加恐怖的大战要爆发 爆发前天上晚上有异光会出现 说完真的发生了 有一晚真的有异光 出现后来第二次大战 后来很快就爆发了 而且他意见了 共产政权 俄国 会将他的错误 传到世界各地 引致很多迫害 所以圣母说到 他会回来 要求两件事 就是 将俄国奉献给圣母圣心 为达到俄国的规划 还有 你回来要求 保育敬礼 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六 保育圣体的敬礼 这两件事是特别说到 圣母会回来 要求的 所以就是 在庞祭国 阿琴达死了之后 后来 圣母多次显现给 奴祭亚 就是要他做这两件事 要去促成教宗 和世界的主教一起 将俄国 献给圣母圣心 以及 亦都要 人要做 首尖礼七 每个第一个礼拜六 去保育圣体 去陪补 冒犯圣母圣心的罪过 第三个秘密就是 他们看到 教会受迫害 有很多人会松道 以及教宗被人去刺杀 所以这是第三个秘密 而且也在那个显现当中 圣母教了那个花地玛的圣母 圣母祷辞 吴主耶稣 请宽恕我们的罪过 每些玫瑰经之后 连圣母那次 以别人这样做的 而且圣母都教 你每做黑己的时候 都可以说 噢耶稣 这事为爱你 为罪人的悔改 并为陪补无犯马 你也无惊 圣心的罪过 所以我每一次 祈祷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祈祷会 我都念这些经 而且提醒你们 来祈祷会不是来玩的 是来做黑己的 做黑己的经文 噢耶稣 这事为爱你 为罪人的悔改 所以祈祷会的时候 要跟我一起念经 要听行神父的说话 是黑己来的 所以你们就念这个经文 来开始祈祷会了 所以你们有正当的心态 来祈祷会了 所以我们就有这些经文 聖母教的 然后我们跳到十月份的时候 那次就很厉害了 有太阳跳动的奇迹 聖母就说给自己 或者说给老子 叫她的名字 叫玫瑰聖母 还有其中一个的神士 就是他们太阳跳动的时候 那三个小朋友看到三个神士 有些人觉得就好像 同时互相欢喜痛苦 荣福三个奥积 第一个神士就是看到 圣家耶稣玛利亚若瑟 而若瑟和耶稣婴孩的 孩童就是说十字 降福这个世界 这是第一个神士 第二个神士看到 痛苦耶稣 背十字架的主耶稣 和痛苦圣母 这是第二个神士 而第三个就是 看到家耶稣玛利亚聖母 这个加拿大圣母的形象 我以前小时候 也不是很小 十多岁 我们叫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 我怎么认识 花地玛和聖母圣衣 通过那时候 这个叫聖母南军 Blue Army 他们是一个 特别全洋 配戴聖母圣衣的 一个公敬花地玛 和聖母的团体 他很喜欢的形象 就是最后的神士的形象 就是 那个小朋友看到聖母的心 聖母就举起双手 一只手 右手 拿着玫瑰蝉珠 左手 拿着聖母圣衣 十月十三日最后的神士 就看到这个 聖母的心在中间 一只手 拿着玫瑰蝉 一只手 拿着聖母圣衣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去 恭敬聖母圣心的方法 就是我们去 念玫瑰经 我们去 配戴聖母圣衣 是一个好的方法 去恭敬聖母圣心 后来就是 耶稣孩童和聖母 有献过比劳 就是阿修女 叫她去传阳 每个星期六的 保育敬礼 答应就是 会被那些人 在死的时候 有得救所需要的恩宠 如果她一年五个月的 第一个星期六 去做保育敬礼 恭敬聖母圣心 所以这个星期六 大家懂得做 这样就可以一年五次 七、八、九、十、十一 五个月 这样你可以做 这样 她要做几样东西 要做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 为恭敬聖母圣心 要办告解 要去领圣体 要念五端玫瑰经 以及陪同圣母圣心 去用十五分钟 去蜜想 那些玫瑰经的奥迹 是这几样东西 我估计 如果你念十点玫瑰经 其中另外的五端也有超过十五分钟的时间 你真的做蜜想 我都可以有帮 都算了 这样 就是 有保育 保育 的 心态 去做这一件事 这样 就 想到 如果 告解 后来 路世阿问耶稣 如果礼拜六办不到告解 八日前后办得不行 耶稣说 来一点都没关系 最重要是领圣体那时候 灵魂在宠爱当中没有大罪 就可以了 还有 有这个意向去做保育的精神 去告解 所以就算你 礼拜六那天来不到告解 不需要特意跟别人排长龙 那样 打尖那样 这批告解 不需要 可以第二日扮回 或者可以 八日前后扮回 都没所谓 那我们想到 就是这个 首尖礼七的敬礼 就是恭敬圣母圣心的方法 想想 做蜜想可以有个心 是恭敬圣母圣心 念玫瑰经 是恭敬圣母圣心的方法 领保育圣体 是吧 假访告解是恭敬圣母圣心的方法 你不用一定礼拜六做的 可以 你可以每天都做的 每天都去念玫瑰经 有这样的心 去恭敬圣母圣心 是吧 每天 每一个月 可能你不是只一次 告解 那么少 可以一个月去两次 也可以 或者三次 或者四次 都可以 每个星期去都没所谓 我想这些人 可能真的需要 每个星期去 是吧 就算没有需要 其实热心这样去也是好的 因为我们可以热心去领圣体 为什么不可以热心去扮告解 是吧 因为圣体不是规定的 距离的规定一定要去 但是你一年至少一次 但是呢 很多人就热心去领多些 一个月一次 或者一个星期都去领 不是规定的 但是你热心去做 是吧 你可以热心去扮告解 为什么不可以热心去扮告解呢 是吧 还有呢 勤扮告解 是帮助我们勤领圣体 更加有果实的方法 来的 因为呢 如果你是去勤领圣体 为了去妥善的 去准备勤领圣体 一个好的方法 就是去勤扮告解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可以呢 其实呢 每一次领圣体有这样的心 为保育 补偿圣母圣心 无凡圣母圣心的罪 可以公敬圣母圣心去领圣体 是吧 你可以怀着公敬圣母圣心的心去扮告解 你可以怀着公敬圣母圣心的心去 每一日去念玫瑰经 还有呢 去做蜜想 那你呢 每天都可以公敬圣母圣心 这个呢 不只是一个一次受尖礼七 有这样的做法 你每天都有这个 公敬圣母圣心的精神 几好 尝试尝试 那 而奉献于圣母圣心呢 特别 有一个好的方法呢 就是呢 我们借着去 配戴圣母圣衣 圣母圣衣呢 是一个奉献于 圣母圣心的好方法来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有那个Blue Army的特别传言就是呢 你带圣母圣衣 作为对圣母圣心的一个奉献的表示 那 那 陆济亚也是呢 要求 教宗和世界的主教 去将俄国 献给圣母圣心 经过多次的尝试之后呢 终于在84年3月25日 教宗人保六二世和世界的主教呢 将世界连同俄国 献给圣母圣心 也是根据路仔亚的说法呢 就是因为这个奉献令到89年呢 东欧共产政权的倒台 当然 这奉献了很久 这个奉献 因为其实193多年的时候已经要求的了 到百多年才做 所以说 那个效果 效果是不及得原本那么好的 原本如果是早点做 会更好些 但也有它的效果 帮助到 东欧的共产政权会夸赛 但是呢 就这个奉献于圣母的敬礼呢 天主都曾经 除了路仔亚修女之外呢 另外有两个的神使者 都是影响到 去将世界 或者将一些国家 或者将我们个人欺费圣母圣心 都是特别一个推动的 在Berthe 怎么读这个名字 Ber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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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it呢 Pe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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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it就是它的最后名 Petit 这个很有趣 是比利时人来的 Pe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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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它的最后名 一个很有趣的最后名 Berthe 就是第一名 她的英文名 她是1870年至1943年的一个女士 她是一个方济国第三会在族会的成员 她是全盈圣母的敬礼 就是这个叫做《玛利亚痛苦及无丁性心》 如果你们来祈祷会 你们知道 其实我们到尾的时候 我们到尾的时候 念一个奉献《玛利亚痛苦及无丁性心》的奉献经文 这个名字 《Sorrowful and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玛利亚痛苦及无丁性心》 这个人 他四岁已经见过圣母的显然了 然后 在他年轻时代 为什么耶稣告诉他 你时时会受苦 不过我会跟你在一起 所以耶稣会告诉他 他一生不是受苦的人 这是受苦的人 这个他的生命就是受了很多苦 肉体上的苦 因为他是一个身体很弱的小孩 很多次都病到几乎死 所以已经被人负了七次有这么多 另外他也受过灵性上的苦 被魔鬼折磨 常日夜都有这个恐惧疑惑 但他多受苦也好 面容也有一个笑容和开朗的心 他想入圣Vincent de Paul的仁爱修女会 其实那两个修女 看到神仕有潜灵圣牌 和陆圣灵圣牌的会 但他爸爸生意失败 因为他要帮保家计 入不了修会 他将这个失望 作为一个牺牲 求天主圣化一个天主选择的神父 后来天主让他知道哪一个神父 是他的牺牲帮助,令他可以成圣的 甚至于他在1908年 在路德里遇到这个神父 他成为了方制会第三位的会员 有一个会名叫做 《十字架马里亚马特勒纳》 《十字架马里亚马特勒纳》 是他的会 《Mary Madeline of the Cross》 他本身是一个煮东西很厉害的人 但由38岁起手 他只是依靠领圣体为身 什么都不吃,只是领圣体 有一次他住在修院里面 那个修院的奖相 叫他一个同房的修女 他说 看着他 看他没有偷偷你吃东西 他这么久都不吃东西 只是领圣体 那修女就说 他真的没有吃东西 除了他日休息,喝杯咖啡 晚上喝点酒 正午喝点酒 就是这么多的 全面什么都没有吃过 还有他也是 后来他朝圣在圣恩 一个朝圣地去朝圣的时候 天主提示给他 他一生最大的使命 就是要令这个世界 去奉献给马里亚 痛苦及无顶性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耶稣告诉Bertha 最恶劣的灾难 我曾经预认过 要爆发出来了 在这个时候 我愿意整个人类 都要转向 投奔 这个马里亚痛苦及无顶性心 也说到这个敬礼 可以令到信德和忘德 在破碎的心灵和被摧残的家庭上 可以重振起来 亦可以帮助修补那些毁坏 亦可以令到痛苦能够禁言 亦可以令到这个教会有新的动力 去带你灵魂 不单止去送赖我的心 耶稣说到 亦可以把自己投靠 给马里亚痛苦及无顶性心 1916年 因为Bertha的影响 令到比利时的主教 将他的教区和比利时 奉献给马里亚痛苦及无顶性心 而在英国的主教 也将这个敬礼在他的教区实行 和英国奉献给马里亚痛苦及无顶性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当时他们的和约 和约的定立 他们是exclued 他们没有包括教庭 在内做这个和约 这个和约 耶稣也语言给Bertha 说到 时间会证明 没有我在树而定立的所谓和平 也没有 以我名义 所以说到那一位教宗 没有持久性 没有固定性 因为这个和平不是我的 而且会让到处处都有战争会再爆发 所以那时候已经预言了 将来也会有其他大战争会爆发 因为这个和约 根本就不是 那时候人们特意 没有包含教庭在内定的和约 凭人自己的决定来做这个和约 但是没有把基督徒的精神 依照教会有声音来参与这个和约 也不是来自主耶稣的和平 所以说到这所谓的和平 不会持久 所以这个是其中 还有其中好像当时 在英国那里 他们将国家 献给圣母马里亚 痛苦和无定心的时候 多次的奉献 令到战役立刻有些风回路转 令到英国立刻能够对抗到敌军 是什么 我还没有在文章里分享出来 其实耶稣对于德国 耶稣说一些不高兴的说话 令他们骄傲 来发动战争 他觉得很不高兴对德国 那些德国的人的做法 来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就是Bertha 第一次大战的时候 她特别在那里活跃的时候 另一个珍福圣女 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又是比较上活跃的 就是Blessed Aleksandrina 她是葡萄牙北边的珍福圣女 她被称为花地马的第四位神仕者 她是1904年到1955年生活在世界上 她可以说奉献作为一个牺牲给天主 由1918年 即是花地马牺牲后的第二年 在Holy Saturday开始她一个牺牲奉献的生涯 当时她和另外两个女孩 三个年轻的女子在屋里面 有三个不好的男人想进来 去侵犯他们 那时候Aleksandrina 由她二楼那里跳出去 十二尺 跳了下去 然后她拿着木头回来 就打走这三个男人 跌下去的那一刻 令到她在背上开始受了伤 她起初希望能够好回成 但到了二十岁的时候 她那时候基本上已经完全疼瘩了 因为她的脊椎是伤了 那个脊椎 主要她在夜睡的时候 她是完全疼瘩了 在床上睡的了 她起初也希望祈求治疗 但她后来知道 要去受苦 这是她的使命 就像Bertha那样 Bertha一生要受很多痛苦 例如Aleksandrina也是 她就是愿意乐意地 去奉献一个牺牲品 去奉献给天主耶稣 做一个victim 在1931年的时候 耶稣肯定她这个受苦的圣诏 她说 爱、受苦和做陪补 做一个victim 在1931年的时候 耶稣给她很多信息 亦是警告第二次世界大战 快要爆发 是因为人的罪所造成的 是罪的惩罚 她说 唯一可以避免这个大战的爆发 就是要将这个世界奉献给圣母圣心 所以通过她的神师 当时就是要求教宗 去将世界奉献给圣母圣心 耶稣跟Aleksandrina这样说 作为这个标记 这是我的指议 世界要献给圣母圣心 我会使你受我的苦难 直至到圣父教宗 决定去做这个奉献为止 所以1938年的十月份开始 Aleksandrina逢星期五 她会有神魂超拔 由正午到下午三点钟 她会高呼耶稣的苦难 这个本来躺在床上 一躺在的一个人 她可以在神魂超拔当中站起来 而且她可以高呼耶稣苦难的行动 例如背十字架,跌倒 或者真的伸开双手,被钉 那些人全部高呼 所以她就如是 由1938年的十月 每一个星期五 三个小时 都有神魂超拔 高呼耶稣苦难 到1942年为止 1942年的Holy Thursday 第二天,星期五就是苦难日 她心里有数 她觉得自己星期五 第二天是不会高呼耶稣苦难的 在苦难日 耶稣告诉她为什么 因为圣父教宗 当时的教宗庇护十二世 决定了 要将世界献给圣母圣心 就是那一年的十月三日一日 教宗这样做了 将世界献给圣母圣心 她认为这个奉献 帮助了世界 可以提早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教宗也写了 奉献给圣母圣心的讨文 给教宗我念的 你们来祈祷会都知道 我们每一次祈祷会都用这个经文 隆重献给圣母圣心 来结束的时候 所以这个经文很有意思 将我们自己的家庭 将这个世界交托给圣母圣心 但是由这个苦难日 即是当年1942年的3月27日起手 一直到1955年12月13日 即是她死的那天 自此她有一个新的方法去恭敬天主 不是每周五受耶稣苦难 是每天她都不会吃饭 就像Bertha那样 她只是以圣体为生 所以耶稣说 祂说你会只靠圣体去生活 因为我想去证明给世界知道 圣体的力量 和圣体在灵魂 即是我的生命在灵魂那里的力量 而且当时Alexandrina 他已经预言了 耶稣要祂说给人知道 那些神迹人员知道要警醒 因为魔鬼已经准备了一个强烈的攻击 去攻击教会 所以我看到 从1960年代起 这50年来 魔鬼攻击教会很重要 有很多神迹人员 收道人离开了收道的生活 有很多教友 现在完全不去教堂 以前5060年代的时候 西欧很信仰 那些人都很去教堂 今天西欧全是很教堂 那些人都不去教堂 西欧那里 很厉害 所以那时候 这个圣女已经预言了 魔鬼要强烈攻击教会 我们要强烈攻击教会 我们要强烈攻击教会 关于魔鬼要强烈攻击教会 在花地玛最后一次 显现的周年纪念日 1955年10月13日 遇世长迟 他都跟人家说的 最后的临终说话就是 不要犯罪 世间的快感 根本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要领圣体 要每日念玫瑰经 他说这一切 总结了所有的事情 所以 他一个很特别 说到奉献给圣母圣心 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除了可以念 奉献给圣母圣心的讨文 好像在祈祷会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做 我们平时都可以藉着 这个圣母圣衣 作为对圣母圣心的敬礼 就是奉献给圣母圣心的敬礼 圣母南军 也算是一个 这个圣母南军 就是不用开会城的 是enroll了 叫做The Apostolic of Fatima 或者The Blue Army 以前叫做Blue Army 现在可能是 The World Apostolic of Fatima 就是他们有一个 祈祷 就是有一个 祈祷 祈祷 为恭敬圣母 圣心 赔补罪 会做四样东西 第一 就是奉献每日 因 慬重我们的本分 而要带来的牺牲 第二 就是每日念最少五端的玫瑰经 以及《蜜想玫瑰经》的奥迹 第三 就是 男性母圣衣作为对圣母圣心奉献的标记 而第四 就是 完成每个月第一个礼拜六的敬礼 每年五个月 第一个礼拜六 去领保育圣体 去练玫瑰经 《蜜想玫瑰经》的奥迹十五分钟的时候等等 去做这个 First Saturday的敬礼 这个就是Blue Army World Apostolic of Fatima 这个圣子 居民 职Patrick Peel 1968年过世的一个圣人 就说到 所有Blue Army 依照这个 Platge 来作生活的教友 都成为Patrick Peel 靈性上的子女 Patrick Peel 也藉着告解圣事 藉着祈祷 也帮助了很多灵魂 所以他也很愿意 用他的祈祷 用他的精神的父爱 来 去爱那些 特别依据圣母的 Blue Army 恭敬圣母的方法 来生活的人 所以 Patrick Peel 帮助我们 知道如何公敬圣母的圣心 而Blue Army 将Patrick Peel 那个讯息 可以说 是却要了 给人家每一天奉献 牺牲 玫瑰经 南圣母圣衣奉献 给圣母 以及每个星期六的敬礼 来具体地提醒我们 如何确实公敬圣母的圣心 想到公敬圣母的圣心是很重要的 正如 帕地买说到 为帮助罪人 不要落地獄 天主在世界上 愿意建立 对圣母无丁圣心的敬礼 我认为 热心地 供敬圣母的圣心 鼓励人 供敬圣母的圣心 去帮助我们自己 和别人走这个得救的道路 有没有 都差不多了 说了这么久 是 那是一个好的 供敬圣母的方法 这是圣母圣心敬礼 盛行之前 已经写了一本书 因为圣尼斯克零零那时的年代 没有发电脑显然 没有整个 是几百年前之前 发生的事 但是 都可以有这样的心 就是说 念奉献给圣母的圣母的时候 都可以有这样的心 就是说 将自己奉献给圣母的圣心 都可以有这样的精神在这儿 我们都可以念这个《慈悲串经》 我们都可以唱一首歌 来到圣母众